中文字幕——YK 国泛纪事一次特殊的巡河即将为您讲述 2016年7月1日 特大暴雨击卷安徽省合肥时 卢江线全境 卢江境内通往潮湖的所有河流水位爆炸 尤其是西河、兆河、防布河、白石天河等几条国库河流 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管流 卢江全境的县级、镇级和村里的所有行政医把手 都在第一时间火速返往各自管辖的流域指挥抗河 他们作为各自管辖河流的河长和河段长 对各自管辖的河流的全面安全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 这是河长工作制对他们的职责要求 当天深夜 卢江县河长制工作办公室主任徐国龙 也接到了县防训指挥部的紧急密闭 要求他驱促准备好一条船 为第二天的全县河长制办公室的徐和工作 做好一切准备 老师 昨天我给你放这里 离完 划也好 铺也好 不然之后把我们离开过去 可不定运几个处吐的话吐去 训练回家 训练他在后几个等他 那怎么干的 老师 吐怎么样 吐 吐 我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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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冲破碎了 那是 我不晓得这如下火打转回火事 我一个人会过不了 你给我冲裂发业子 对吧 现在就不想什么 你必须跟我脱过去 你无论是脱也好 画也好 你不回事什么方法 你不要跟我解析他 你会要解释自己行吗 你马不先 马不先 马不先 他人在现场等着 你现在怎么进行行 你怎么这东西 我手的真是大事件 我马不先 马不先 我马不先 马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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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停 到自己的行长 自己的行长 然后放置 要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先把你干起来 你放心 你放心 可以直接追远去 按照换例 每月的第一个行期 都是卢江县组织 所有合掌寻和的日子 这个制度 自2013年到现在 从未间断过 在白湖镇 镇书记孙志洪 作为谢河的河段长 正在统筹指挥 大庄堵漏的墙线工作 在这个途中实施的训织里 那里就是这个制约的 防循的支援长 这个委员的安全 整个人员的组织 包括强行的话 要是合理不断 好吧 眼下 面对卢江60年一遇的特大殉情 卢江县的所有合掌 都像孙志洪一样 日夜经守在 各自负责的抗洪岗柜上 根本不可能 像以往那样集中起来 共同完成巡河 此刻 徐国龙驾订决心 克服洪水带来的阻碍 决定独自巡河 我们仍然坚持去巡河 人员不够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去巡河 巡河主要问题不在于巡河 还是看 或者把问题一摆 不要再来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是一个实效性 解决问题的责任人 是我们的合掌 合团长 他们的合团长 尤其在训绩的时候 问题 发露得更明显 我们把这些问题 制成判报 报给责任人 责任单位 也变成他们思考 也变成他们在政府的决策中 更好的判断 第二天 持续的暴雨 给各个流域 带来的防循压力不断加大 也使徐国龙的巡河工作 越来越困难 下午一点半 从金鸣镇传来的坏消息 让徐国龙更引发蓝藻大面积爆发 这间场面 我就不漏水就行 暴雨刚刚停止 急急如焚的徐国龙 就冒着厂房随时会倒塌的危险 亲自记住 被洪水冲垮的金鸣镇污水处理它 查看破坏的情况 我们的房间本来被地面高六十公分了 这一台设备十几万 更换了 这已经没有问题了 没有问题了 泡时间太长了 现在这个水就是相当于在一种循环 我泡水它又没回来 对对对对 可能就会绕回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剩下这一点 可能会绕回来 可能是最难降的 人家里如果回复不了 不管这个金鸣影响 它的金鸣镇 人口这么多的污水 对对对 现在肯定是通过其他渠道 通过其他沟渠 肯定就进入金鸣河了 这个我们也很着急 徐国龙认为 刚五之急 是必须马上启动人工排水 并且同步开展厂区的设备抢修 否则随时爆发的洪水 会加倍放大污染的破坏程度 因为从7月下旬开始到8月份 气温将会迅速升高 高温天气和河水污染 是造成蓝藻爆发的 最主要的两大因素 有一部分死于 即使把它清理 因为现在温度这么高 腿位也这么高 就是短时间对来 它可能会影响这个 水滥以后可能影响水质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想了 首先第一步 小的垃圾跟死鱼这一块 我们首先在高水位的时候 把它先清理一下 对 第一把它清理 正好集合了洗淋 把下了汤子 要求对超乎垃圾人清理 我们正好集合了 下汤子的勾长 因为洗淋房子 你超乎垃圾人清理 超乎垃圾怎么清理 超乎垃圾我们不把清理的 但是你河多里不清理 超乎垃圾什么 清理的也没用 它还存下去 突发性的水位 因为这个情况老老了 对你河多里的工作也是个考验 当然也是个大的刺激 对 你看你看这防水位这么高 这么多垃圾 你只能把它清理干净 很快的把它清理掉 保证的水位的话 保证这个河多里整洁的话 对 就正常的情况下 相当一点保息 更轻松一点 为了立即启动金牛镇污水处理厂的全面墙修工作 尽快恢复流域内的与屋分流的常态 徐国龙火速协调借环保部门和助建部门来到污水处理厂管理运营方现场办公 你们再过去两次 逐渐部门还完部门 包括我们 包括你们自己也要考虑 尽快让这边恢复生产 就是该换的设备更换 该维修的该维修 乐观估计的话 就是水排完了以后 我们一般的这个积电设备的检修 应该在二十天到一个月左右 那是可以完成的 其实现在的派水 如墙水同步进行 大地对这设备也进行尽快个定制 然后是吧 一大把水派就是够够 一个二十四小时 就是够够东西进行强询 因为现在一个月之内 排除碗 加班加点 减少这个污水 进入这个超湖 对对对对 不是减少 是一地污水都不能开入超湖的 不能再让它 污水直接进入外地水里 就是每天 水位测到什么地方 哪个地方的维修 哪个地方的更换 包括哪个地方 就将那机部抢修的 任缘地进去的 这样会耽误时间进入 加快就有 为了彻底预防蓝藻的爆发 徐国龙马不停蹄 深入临湖近养区的养殖场 做搬迁动员工作 鲁江泉县一直都在大力整治 临湖近养区的各类养殖场 盛桥镇紧临潮湖 洪水的突然来袭 使这些还未来得及搬走的养殖点 措手不及 而养殖场的搬迁 从来都不是一项容易的工作 你自己计划大概什么 真的心里有计划还给你做的工作 你自己也应该心里有计划 你心里不能计划 你贪一回你拖一回来也不是实在 那你肯定是你老后 你不吃嘛你筋子设计你要赔偿 你这种脚跟 你这种脚跟 你怎么脚 你不能脚都赔偿 你可不可以给这里进行商谈 我这就阿三百个平方 这里给你们选择的时候讲什么时候 脚无尽那脚回事不说 有什么这也能够一个十字困难 我讲的那这里去说养殖户 这是水本 下半年呢这个家里的深入市场呢 除了养殖场的点源污染 农业种植产生的农药对土壤和水造成的面源污染 是徐国龙要重点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迅期还远没有结束 但是为了服务农食 开展农业生产自救 已经迫在北洁 徐国龙抓住这个关键时机 仅最大努力 给炉江引进了各类专业的农业种植服务机构 大力推进连片种植 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 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 自己大户生产以后 大密集种植以后 给以前的小户种植 除了某一摩天的经济收益提高以外 就是环保上面 比以前相比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我们就是精键试试试试 这个天气需要什么费呢 我们问什么 我们大部分都是车头配翻试试 这个车头配翻试试试 现在在提款的就是这种东西 这个没发生什么 我们划到六个区域 这个六个区域让他们都争 这个风险是我们的 这个利润就是这样 我们给它基本工资 然后就绩效控制 他们的利润得到保障 所以这样是一提 因为你农业挣钱 这样我们不可能大规模的去挣这个店 包括一个国家也提款 接下来十多规模 这样的话也能管到位 与此同时 徐国龙反复前往金牛镇污水处理厂 督促厂区的排涝进度 缓慢下降的水费让他非常失望 由于此次降雨的时间长水量大 使潮湖的平均水费突破了历史最高水费 高于各条河流的水费线 金牛河流域出现了湖水倒灌的情况 这使得厂区的人工排水困难处处 交集的徐国龙不想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 立即协调 卢江县环保局和城市住建局 来到金牛镇污水处理厂 开展第二次现场办公 郑总啊 你这边有几个事情要准备好 这边排水的事情 那段时间郑政府负责安排 你这边设备的 已沿了许多的基电设备 设备更换准备即时到位 同连条腿走路 尽快回复复伸展 争取我们在一个星期内 让它正常伸展 现在设备统计处好 我们现在也是按照 也是按照这个连部组的方式 一个是外部的管网 和厂居的在乎重庆 我们都在做 反正现在就是这样 这个你负责就是排水 我负责就是组织生产 回复生产 我们这两块 我们俩各负负责 五分屋 我们更能努力把这个 警报回复 为了预防蓝藏的爆发 徐国总来不及喘口气 再次前往盛桥镇养殖场 协调搬迁 独江县已经决定 把原来制定的2016年底 完成全部搬迁的期限 提前至9月份 以抑制蓝藏的爆发 反正你怎么讲 现在想您 我再讲 这不觉得这下情况呢 嗯 对 这边讲呢 我们想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你俩这个 现在这个羊主 实际上比较长了嘛 嗯 现在这个整路里面 退退人都不退对吧 一年出来 住人都不退 就一直要住一半 是不是 一直要整路住 一直要整住 反正呢 我睡着呢 我们就是打热去 我们这个相当于 一个班戏嘛 班戏的上面有阵子 我现在有阵子嘛 不能吃过过要去 过过要去 我们不来就要去过去 别人一边的 阿比五六下 阿比五六下 我从城中的 我都没得了 这一天了 你开始这样 我求你把退进 五号的钱一样 你小贩有什么小贩 我没什么小贩 我国家的整体 为什么小贩呢 我们跟我 那个交易 回家 你们这里 就不过 你现在想别进吗 我觉得别进 我们不会进 我们不会进 徐国龙旭 在班戏工作中 应该遵循 疏导众为强制 带着感情工作的原则 并且 尽量从养殖户的利益出发 根据各自的情况 不仅为他们 规划新的养殖场所 而且为养殖户 安置新家 做好各种善后工作 都亲自走过大量的工作 都走现在的思想功力 也转变了 就是针对这块迅途 他现在已经接受了 但是下一步呢 就谈谈这个 就是补偿的问题了 我们在这个 西林静阳区之前 他已经就是 进行好动力了 按照这个私事情况 就是静阳区就可以 这个我得想 就是心里就可以 包括环保局就可以 也请会 拿个补偿事情 过分的要求 我们肯定也不会答应的 但是恨子的补偿 让土地流转以后 执行连片耕种 指定一下 有效控制 面园污染的措施 在生产私救过程中 为了帮助更多的农户 加入到土地流转中来 徐国龙 不分昼夜地 深入各个乡镇 向村干部和农户 做解释和宣传工作 美国县 我县日 你就是这块的对面对吧 对对对 你给天这个好远 我家天的就在那不远 我看你家天那个方向 我看他过来走 在那边那个方向对吧 那块不好 土地有五天已经流转了 我把天给你们了 我们之后 美国要拿什么来生活呀 其实他只是 有什么的思想 有什么教育 我没理解 但是其他什么思想 也不过去 大国城堡镜 他在这个地方的更多 首先讲土地这个补偿也有 第二点的话 他在这地方更多 还需要你们 需要你们的种田 种稻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经验 需要参加他的管理 当他的功能 就变成拉工资的功能了 这个收入肯定讲 比以前的生活水平 不会下跌 还会提高 我们讲的再多 我们不如到现场去看 看后跟他们再谈谈 谈谈以后 你看你们的一些顾虑 你的想法 他们的收入 比以前都讲 我问过 比以前的高多了 我们就看一下 在那边的问题 我还说过来忙的时候 这边的辣椅 不得特地留动了吗 好 你们就帮他打工 利益与你们共享 比以前的墨塞好多了 给环保一些有利的 基本上对你们的 自身气势利益 没有一点损害 方法会提高 生活质量还不改善 你看一下吧 你看一下 你自己感受一下 肯定比以前的那个好 你看你这个鞋子 哪一个位置呢 哪一个位置是一个血汤口 徐国龙今天给养殖场 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罗江县正在为准备搬迁的养殖户 筹建安置住房 土地悬址工作已经完成 马上就进入动工阶段 徐国龙迫不及待的 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 通知到养殖户 这让徐国龙增强了 提前完成 搬迁养殖户计划的信心 任何工作 出发点 包括环保 都说了以人为本 人是根本 一些环保刚性的要求 我们肯定要有 但是在刚性要求的 具体操作实施过程中 保持接触 如何都不违反 大的原则的情况下 去柔性操作 实际上你实施操作的对象 更好地接受它 理解它 配合你 而不是说被动地接受 同时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也要理解它的难处 因为毕竟现在中国发展 经济发展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是第一要务 汤保很重要 它的发展 在决于地方更重要 一个月后 金牛镇污水处理厂 终于恢复了正常运转 设计的运输里 对墓是两万吨 每天 现在实际 基本上就是满足的运行 满足的运行 这是一种运行 金牛河流域 和附近其他流域的生态 随着雨污分流的恢复 逐渐变得越来越好 养殖户的搬迁 也在有条部分的推进 通过土地流转 实行精准施肥的 现代农业生产的面积 也在逐渐扩大 独江县的13条主要河流 和环潮湖地区 终于在暑期到来之前 抑制了蓝扫的爆发 独江县防汛工作 暂时告一段动 徐国董巡河的脚步 并没有停歇 和长制的工作机制创新 始终在探索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